各位朋友大家好,我是欧老师 今天要讲解的是儿式前置处理作业的方式 之前我在其他的视频有特别讲解日式干皮修整方法 这两种是完全截然不同的方式 那儿式修整最主要跟日式最大的差异性是在于 儿式它并不需要泡水软化 而是直接用抹甲肌将我们周边的甲墙 还有两侧与指甲之间的关系处理得相当的干净 在制作当中不要产生问题 而日式的修整精神是在于 修整干皮最主要就是不要伤及指甲 所以它会泡手 并且干皮剪使用的方式也不相同 第一个步骤拿起我们椭圆形的磨头 将我们的后端指缘 以及两侧的皮肤与指甲之间的关系 整理出干净的界限 我使用的转数是8000到10000转 必须要使用相当稳定的磨甲肌 要不然震荡的话会让我们的甲床 还有我们的指甲相当的不舒服 好 那我们现在换第二颗磨头 这颗磨头是直行的 比较短的 它是要比较服贴的方式 然后将我们两侧的皮肤 还有后端甲上皮脚直 先行直接处理干净 像这样子的一个动作 我们可以将我们L字的 还有两侧的硬皮 使用磨头 顺便一起把它清除干净 当然在清洁当中 不要忘记我们的转束 要有正转以及反转 直面处理过后 我们拿起有一颗圆头的 像这一种款式的 将我们周边两侧 还有后端的干皮 一并把它磨除掉 这颗一样是磨棒系数300的 这颗圆头的最主要就是 要将我们后端的干皮 硬皮 还有两侧L字的硬皮 给处理干净 之后如果你要做凝胶 拿起我们的锥形 它的系数会比较粗糙一些 那最主要也是 整理我们的纸面 整理完毕之后 你可以拿起干皮键 将翘起的干皮 还有裂开的干皮 不整齐的地方稍微进行修饰 记住这个是将我们的后端干皮处进行修饰 你也可以使用小剪刀 因为纯正儿式的是拿起小剪刀 去剪后端的干皮处 一般来说 使用小剪刀比较容易剪过身 所以拿起干皮剪 其实是我的改良版 他们用的是小剪刀 像越南式的那一种 那我在做最后的种整理 是因为这位朋友的手实在是太干 长期没有制作凝胶指甲 所以指甲也较薄 后端的皮粘着度比较深 也比较强 所以我就会再做一次 后端的指缘整理 像这样子 帮它两侧 稍微再整理一下 我们放上处理前跟处理后的对照图 可以发现 俄式处理 可以将我们后端指缘两边的L处 处理得相当干净 以上就是俄罗斯式的前置处理方式 那我要制作艺术指甲 或快速修整的时候 就会使用到它 这个呢 就是我们的模特 制作水晶指甲的款式 希望大家喜欢